薪水表的合并列印 薪水表的合并列印 这边可以看到 我要印出来 这个员工编号是多少 然后员工姓名部门职称 很多很多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发现 实际领的金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实际领的金额 我们来分两边来去看好了 这边有一个实领金额 实领金额在这里 实领金额在这里 然后因领金额 应该要领的金额 对不起 因领金额 对不对 是这一个 实领金额 是这一个 有看到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只有实领金额 这边加了一个NT 所以我钱要放在这个$跟元之间 我想我们再做一次这样子的合并 让你更有感觉一点 可是我要教的功能变数 可能就要会随着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直撑 或者是部门 或者是部门 或者是不要利用等等的控制 不过我们先来教这一份文件的合并列印 记得在做合并列印的时候 资料文件不可以打开 先把资料文件先关掉 也就是我先打开什么文件 我先打开刚刚的薪水单 握的合并列印这个主文件 打开这个主文件之后呢 我们因为要去做什么 合并列印 所以点选邮件启动合并列印 这也是属于信件 或者是一般握的文件 刚刚如果点信件 它就会结果文件变成信件一信件二 那如果我们现在启动合并列印 是选择一般握的文件 它的结果文件就会变成叫做什么 文件一文件二 选取收件者 选取收件者 使用现在已经存在的档案 然后点选 我是放在低纸别机 底下的整合范例 合并列印里面的 这个薪水单 合并列印资料档开启 然后1月的薪资表确定 游标在这个地方 我要放员工编号 所以点选插入编号 员工姓名插入姓名 员工部门插入部门 员工职称插入职称 底薪插入底薪 所得税 插入所得税 加班津贴 插入加班津贴 不要加错 请假扣勒 请假扣薪 插入全勤奖金 插入全勤奖金 因领金额插入因领金额 实领金额要放对位置哦 能不能放在这个地方 不行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插入实领金额 好 这样我是不是就做完了 对 部门插错了 好 插入部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与合并 刚刚以示娱里面有多少人 这边我们编辑个别资料 就可以去看看 就会有多少张结果文件的档案 确定 这是第二份文件哦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员工编号8001 Andy 8002 Jack 8003 Jeanette 然后8201 Main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 第八 第九 好 快看完了 第十 Lily 那 为什么会多一个空白 因为 如果你在Excel那边 你的最后一列 你没有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很可能你不小心按了什么空白键之类的 或是我们曾经在那边只是 不是删除一列 只是点Delete 它都会变成一笔的记录 好 我们没关系 反正总共有十笔资料 这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薪水薪资单 就这样子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咯 那我想我们这个薪水单的合并令做法 就先做到这个地方 请你动手来去做一下 好